我也問他 珍惜他意見 要不要你告訴楊佳 他說楊佳跟其他人你都不要告訴 那麼在9月5號 他們就通過上海市司法局 委託了司法部司法科學技術 鑑定研究中心研究所 給楊佳做精神病鑑定 今天 今天問他我說 那天跟你做司法鑑定 做個精神病鑑定嗎 然後我問他做了多長時間 他說談了兩三個小時吧 談了兩三個小時 談了兩三小時 然後我說你知道他們是 來給你鑑定的嗎 他說我不太清楚 他說三個年紀比較大 我問了你們是市局的 他們都不知可否 跟我談吧 然後就說 我說那麼他問了你些什麼問題呢 他說跟我聊聊家庭 然後問我說你對共產黨 到底有什麼想法有什麼看 我都問啊 根據我自己的社會經驗和社會經驗 我覺得他這個管理水平太差 根據司法鑑定 楊佳具有完全行事責任能力 7月7號上午 警方已涉嫌故意殺人罪 提醒警察機關 這個案件 這個案件 在刑判沉睡 是嚴重違法 也是惡性 辯護律師 大眾這個問題 是男子這個案件 發揮重醒的一個關鍵問題 就是楊佳的經行病鑑定 這般鑑定 我認為這是無效的鑑定 為什麼說到無效 是他沒有司法鑑定的主體制格 形式是無法有規定 對被告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 經行病鑑定 必須由審計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 你這樣程序上走 第一很容易被否定 第二 好我再找一下做出來 還是沒有 那你有知識的 你接受不接受呢 人權法院和司法行政機關 不得涉獵司法鑑定機構 和司法部司法鑑定科學技術研究所 是隸屬於國家司法部的 它是國家司法部下手的一個事業單位 人家現在二審拿出的證據 證明自己是有知識的 你說人家是司法部 人家那個司法部的那個 那個已經解散了 現在人家那個根本沒有這個部 我在網上想辦法查到了這個標準 那麼我根據這個標準的描述 我覺得他有精神病 如果他真的沒有精神病 把他鑑定是精神病 他也是不滿意的 我們也是不滿意的 對 這也是對那七個警察的不公正 對 既然是公正對誰都是一樣 對 不一定說精神病的人 就是都是沒有行事責任的人 不過刑法來講的別人只能是這樣 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 他是能辨認 對不對 可能也有一定的控制 但問題是他是基於什麼心態 就是說我們說犯罪總要有動機 偏執是肯定能夠斷定的了 但是偏執這種東西 不能說是神經病 但是他就是說精神病的一種 但是你不能說他是精神病 對 但是這個偏執這個是要判死刑的 那人家就是說 對自己人格增淫的完美 完美啊最具特別完美 嗯 特別完美主義者 有一點有一點到了偏執的地步 也是 發生了一個原因 因為他對人家這種事情就特別認真 特別要追求 他特別是他的人格完美 他要追求特別完美 那麼有的時候不要太完美 可能做事情就 嗯 就好一點是不是啊 那麼你追求 特意的太完美的話 嗯 什麼事情都不能太準 太完美的話 可能就不完美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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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 北京 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 開路 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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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上次的表演 一場表演出 今天是在上次的表演 是在上次的表演 2008年8月26日13点 C101法庭公开审理 杨家故意杀人案 审判长王子干 我以为都可以进来 我今天还带身份证来了 现在是5点多了吧 快6点多 快6点多 4个多小时 6点半的 五六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你说明这么长 肯定杨家要说什么 辩护律师要提出什么 公诉人要怎么说 再回想辩论 这么大楼就为了一个宣报 起这么大高的楼 这里面肯定有人睡觉吧 可能这么高的楼全是退用房 对不对 你这在多少房间里面 哇天哪 你说他这个盖高楼的钱 不是全是我们的吗 那妈呢 是不是 这里交一下 哪里交一下 你瞎说好了 现在说说没问题啊 过去他妈抓起来想坐牢 过去就要抓住坐牢了 你过去你小啊 你最初小你不知道 过去还是这样子啊 文化大革命啊 文化大革命你这样刷 很早就把你抓起来了 能骂我坐牢 能骂我判刑 不可能的现在 是不是 现在我有国家保护的 那给您带点帽子可以吗 什么 我现在有国家保护的 上面套子 不是 我现在是受国家保护的一动作 保护动我 大熊猫 不是大熊猫 这是你生亚来 从生亚来那里一秒钟开始 就开始跟你计时 你这个人已经被国家保护了 没有人进发你 对啊 没有人进发你 对不对 警察就怎么样 就江泽民也怎么样 这是国家条例 他不敢为敢 江泽民也侵犯你的话 你怎么办 那我也没办法呀 没办法 对啊 这就完蛋 对啊 我也没办法了 我到哪里去告他 他是最大 是不是呢 办公司肯定会这样说 为什么他杀警察 对不对 肯定会这样说 为什么他杀 就是两个焦点 第一 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对吧 对 嗯 什么理由 大家完全这个 说你所说的 对啊 你作为人民警察 你公安局啊 你杀了一个又一个 你这个自己保护意识没有 上次你不知道 在中南美论那边 执法队的 把人家 比如说人家是地上摆天看的 对吧 他牵叫人家把东西拿进去 人家已经拿了 然后黑毛回来了 直接把东西抢了 抢了之后 人家会跟他闹 闹着他妈他就打你了 你爱打他 你知道多老人吗 起码有100多个人在爱叫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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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 有的男的他根本就 素不像是 啪上去打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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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怎么样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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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看走了 《高律师》按照他们的逻辑 还是这样 前天杨佳那个洗剑案的时间是 1点到7点半吧 然后说的是公审是吧 但工省就是有没有这个老百姓拿到票呢 进去的票呢 听证的票 有 很少 很少 是多少呢 这我不清楚 因为他们都不从我们这边 杨家二肯定不在我这边拿 这就是说从大门进去 但是拿票是从这个地方拿了吧 都不在这边 听证票也不是从那里 是从哪个部门拿票呢 它都从南门港 南门港 我知道 但镇大门那边没有不发票的呀 应该是这边来发的票 对 现在杨家案子它是全部是预订的 全部是里面同意的 是里面同意的 就等于说这个票也是内部发的 是吧 全部是公安局案子的 也就在今年7月17号吧 这检法院向法院提起起诉以后 我一致的关注她那个网站 因为她那个网 她那个观光网上有一个 黑庭信息排期 就说 每一天会公布后三天 有哪些案件 要黑庭 那我一直观察到8月24号这天 我是8月21号这天 我就发现了 黑庭排期里面已经没有任何案件的公布了 当时我以为她的网站 是不是出了一点那个 换体故障 就是这个栏目的故障 没有 那么我后面我每天都照样登录 也一直没有 那么知道杨家的案子 8月26号客厅的前一天 8月25号有人告诉我 杨家的案子是8月26号客厅 也就是第二天 那时候她的网站还是没有消息 那么8月26号开环厅以后 到8月27号她那个网站 客厅排期的信息又重新排期了 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来 她之所以不管在网上公布那个案件的肯定排期 她肯定是不想让更多的你知道那个消息 让更多的人去旁听获得那美女采访 就是说你现在只能查到9月2号了 但是肯定是从现在到9月2号不会有权利 这我就是说现在不能分调 她的临时改动 像是上次就是临时 就已经改动了 网上本来没有了 她一下子临时改动 你们俩听的时候我还不知道 她为什么会这样子临时的就有改动呢 不像社会公开指向受害一方 也就公开机会这样公开的话 我想不是咱们立法本意上的公开性命 杨家杀了6人肯定她要顶命 我们国家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现在所走的道路 是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 没有什么可以惊恐的 杀人这盖盖死怎么盼就怎么盼 让大家知道是什么事情 为什么要按这样造作呢 杀人盖藏命 随便什么角度是讲不过去的 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 人是说盼人民嘛 对 人民养护了我们 我们应该保护人民 对 要爱护人民 不要把人民多当成敌人 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 你还能做什么证啊 把老百姓都当敌人了 听话话呢 杨家事件 对杨家的不公 就是对中国人民的不公 对啊 对全体公民的不公 它是什么建大法律的 对 对不对 现在还是杨家的母亲到哪里去了 对 对不对 这事都那么签他 五个迷啊 千古字迷啊 现在成为一个 那么 居然他母亲是中了 但是那个背后律是怎么样 至于跟他母亲 有的时候签订过一个协议 他知道他母亲失踪的事情吗 他母亲失踪的事情 我没 因为他母亲告诉我 就是说 这个事情叫我 不能跟他说 他母亲关注我的事情 我肯定不能违背他母亲的意愿 他有问他关于母亲的事 你就说他母亲很好 也是在 没多说 但是他这个人是很敬明的 他母亲怎么样 我说还可以 但是他是很敬明的 你别看他 杨家他是很敬的 我看了有些人的说法 你是怎么怎么的 还要 耳子怎么怎么的 什么什么东西 他母亲不愿意签那个 不愿意签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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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托书 他们不知道 但是您又不站出来说 那没办法呀 法院认为 被告人杨家 故意杀人 政治却凿充分 罪行 积极拧救 社会危害极大 而且没有 法律规定的 重新处罢期间 上午11点 法院依法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杨家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解雇权利终身 判复处权利终身 应该是